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我有多喜欢巴厘岛的这个地方 西德曼 这个是巴厘岛 岛上的这几个地方 诸如、史明亚、古代、乌鲁瓦都、杰古、乌布 都是旅游的热门景点 甚至已经出现了人潮汹涌 水泄不通的可怕现象 这一次呢 我将带大家去另外一个 离开Dambass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国际机场约50公里外 一个还未被广大有可发现到的 史外桃源 西德曼 下午两点半的飞机 从基隆坡出发 三个小时后 抵达了巴厘岛的 埃古斯蒂努拉瑞国际机场 办理好了路径手续后 直接就步行到机场外面的 Grab客服中心 安排了一辆轿车前往 史德曼 50公里的路 车费是615,000英尼顿 这层马币是172块钱 来到了8点半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我们打算在史德曼 镇里住上5天4夜 虽然这个地方感觉到有些偏僻 仿佛真的没有太多游客到访 但是它却拥有不少很不错的酒店 首两晚我们选择住在这一间名叫 Gongwi Cottages Sediment的酒店 它就位于稻田旁边而已 平均一晚的住宿费是310马币 等天亮后我再仔细地拍一下这间酒店的 适时和周遭的环境 现在几乎是9点钟了 从酒店步行约8分钟 来到了这一家名叫Warrong Ayus的餐馆 真的谢天谢地 因为我们尝试去了好几家别的餐馆 他们都说厨师已经下班了 我们个别点了印尼式的炸菜饭和炒饭 除了分量很大 味道更是美味极了 这一餐再加两倍的西瓜汁 一共是241千英尼吨 折成马币是67块钱 第一天的行程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所以醒后将会真真实实的开始 我在巴黎岛那懒人的慢火假期 中文字幕提供 用来做烹饪 这里我们也有两个装置 有两个座位 所以谁能在这里 可以享受这些装置 可以跟我们一起 终于在光天白日下 看到了公寓Cottages的真面目 正如刚才酒店的客服人员所讲的 这里只有五个小别墅室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空调 私人浴室 露台和免费的WiFi 酒店周围竟是群山和稻田的风景 那幽静、安宁、鸟语画像 还有没有太多游客活动的天野风光 和悠闲的氛围 是我所期待的巴里市的假期 早餐的地点是在酒店的一楼 面对着房市一幅画的风景 早餐虽然简单 但是却吃得非常的舒服 随后到酒店的前台 向他们租借了摩托车 作为今后几天的逮捕工具 每天的费用约三十马币 斯德曼就是一个很小的区域 据说人口也就是那几千个人而已 分散在小村庄里 它的文化底蕴深厚 更以传统的编制 宗教情的活动和庙宇文明 上午的十一点钟 我们来到了离开所住的酒店 只需要徒步六分钟 就可到达的瓦巴迪欧米 这是一个相当豪华的独家村 其内部的壮潢和周遭的风景 更是让人慕名而来 这里我们有21房间 但是房间跟房间有5房间 未来我们有的练练 练练练练练? 是的 我们有10房间 还在进行 我们有17房间 OK 有多少分钟吗? 没有分钟 因为我们还会更感兴趣 非常好 这年我们开启 OK OK 谢谢 由于Sederman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相当的陌生 因此我会尽量的去拜访 这里的一些酒店和餐馆 以便能够让想去这个地方的人 多一些的了解 这里有一间可以看见游泳池 即河流的餐馆 名字叫Sleeping Gajah 既然已经过来这里了 干脆就在这里享用午餐吧 欢迎来到Wapadi Umu 这是我们的餐馆 Sleeping Gajah 在这个餐厅呢 点了我最喜欢的这个印尼烤饺 跟手势吧 嗯 真的是他们的烤药 都把它烤的皮特别的脆 然后肉也不会太油的那种 嗯 还是你点这一个 应该不会错了 喔 分 分 我 又 不到 1 那 我们 它流进山谷、稻田、树林和村庄 长长的流水声 不经意的谱出大自然的岳谱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离开瓦巴迪欧美8公里以外 一个面对着南亚河的度假村及泳池酒吧 抵达南亚River Sidemen的路口处 摩托车必须停放在小山坡上 然后沿着斜步路行走一小段的路 之后再爬进楼梯 眼前就看到了一个妇女现场防制传统的感应灯笼 又称手工编织布 不说不知 Sidemen其实是巴厘岛重要的防制编织中心之一 织布工通常使用天然燃料和本地的材料 例如棉花和丝绸防成沙线 然后防制成Songgat及Ended Songgat是一种色滑的布料具有复杂的图案 通常还会加入金线和银线 在宗教仪式和婚礼等重要场合出现 而Ended只是一种比较实用的编织布 通常用以日常的穿组 跟着指示拍 再沿着铺满石头的路 旁边有人用着非常传统的方式 在推动着布满泥浆的根地 走着走着 已到了南亚River Sidemen的Nati's Pool & Bar泳池酒吧了 Nati's Pool & Bar的环境除了像是在布什人间焰火的河边给你带来惊喜 其迷人的风景更是让人瞬间陶醉 泳池酒吧提供了各种饮品 也有不少融合了印尼本土及西餐的食物 由于这个时候正是巴黎奥运会与毛球比赛正要进行中 在这种环境下观赛和为马来西亚间的打气 竟然可以轻松的压制住我常因为太透露观赛 往往紧张的喊破喉咙的恐怖反应 原来Nati's Pool & Bar旁边还有一个工人体验奢华的营地 虽然占地不大 但是却是清净大自然 晚上天空晴朗时可以观看银河和繁星的理想地方 也很温暴 如果您来到 Bali 您就会参加大家邀请来鲜家 请旅准备到这里 你来灰山的海洋 we have campfire here 所以它是亮了每天在8時的晚餐 謝謝你們 再見 再見 其实要在这里找 吃的地方有的是 在整条街上下走动的话 其实你不难的发现 很多装饰的很不错的餐馆 我只是咖啡馆 我所提供的菜单 基本上也是西餐类主 当然本地的菜要一页 例如烤鸭还有炸饭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晚餐就选择了这一家 名叫利哈萨娃的餐馆 菜单上的食物选择相当的不错 我自己点了一份英尼式炒饭 味道美味鸡啦 只可惜我不小心删除了食物的影片 真的抱歉 无法分享给大家看 巴黎岛最著名的其中一个地标 就是阿公火山 但是要看到它完全没有被云遮盖住的全貌 听说还得要在清晨的时候看才是最佳时机 因此早上的6点半 我们已经在前往 巴黎岛基基安威拉酒店别墅的路上了 从光尾Cottages骑摩托车过去 也就是4.6公里的路而已 那为何要刻意的跑到 巴黎岛基基安威拉酒店别墅呢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巴黎岛基基安威拉 位于小山坡上 是一间相当豪华和漂亮的酒店别墅 在我到访时 客房的数量就只有那三间而已 如果不是在酒店别墅住 任何想进来餐馆和拍照的房客 在这里的餐馆用餐是绝对受欢迎的 只可惜啊 要看到赤裸裸的阿公火山 还真的不容易 白沙布式的云 依旧尝试着遮掩着一部分的山貌 看来唯有在等下吃的机缘了 这个位于酒店别墅楼上的餐厅 好像有明星到方过 为了看阿公火山 这一份有点吃不饱的早餐 一个人是181,500英尼吨 折成马币约50块钱 回到Convy Cottages后 便开始收拾起行李和办理退房 因为等一下我们将会去另外一间 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的阿比安阿佑 酒店别墅 longer都会来入 дом 我的名字是Buddi 从小舞诀堂高达阿比安阿谷 里有17个座层 那是我们有1个座层 座层房的尖座 Sweet, and also we have a Junior Sweet with Mountain View, and we have a Junior Sweet with Mountain View. 明显的阿边阿尤维拉的周围空间真的很大,而且也只有区区的17间不同款式及大小的别墅,个别建在不同的角落。 我们住的这间其实不算最大的一间,但是足以让我可以待在房间里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坐在阳台寻赏此周围的风景,这简直就是一种我向往的心灵享受。 一碗的房间费用是158万7千英尼顿,折成马币是442块钱。 接下来要过去的这一间咖啡馆,La Montage Coffee,它就位于阿比安阿尤维拉的西北面,约13公里的路程。 从外面的路门处走入餐厅内,我确实被它的舒适的环境惊艳住了。 而且我相信过来这里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欣赏它那绿油油,很有城市感的风景。 说是一间咖啡馆,我更觉得它像个餐厅,而且他们为了方便接待人数众多的海外游客,而准备了多样菜式的紫竹餐。 我自己也先点了一份印尼烤鸭,之后因为肚子还有些空间,再来一份汉堡。 饱腹一顿后,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都在这里一边享受着西瓜汁,一边通过手机观看巴黎奥运会的现场羽毛球赛事。 不错吧,度假时不忘继续帮马来西亚的奸儿们打窃。 在天野中心走,是很多来自你的游客热爱做动。 一项无外活动,胜利其中的去感受隐隐中流露出的巴黎岛的原始和铺鼠。 更让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放鸽子。 只见一个人挥动着挂着黑色垃圾带的木干子,时不时的对着天空一直抖着圈子,时高时低飞翔的鸽子。 仿佛是发出什么讯号式的。 就这样鸽子在天空排回了整个小时,最后很有次序的回到了他们的家。 晚餐又回到了第一晚迪达斯特曼市吃到的印尼式炸菜饭。 这是一个我脑海中一直惊念着的味道。 虽然阿边阿佑维拉有提供简单的印尼式或西式的早餐,但是我们还是更愿意去发掘附近餐馆所提供的本土特色料理。 这一次来到了酒店附近的这一家名叫Warrong Ambang的餐馆。 看它的餐牌选择性还是挺可以的。 最终我还是点了我喜欢的印尼式炸菜饭。 味道还算不错了,但是比起昨晚在Warrong Ayus吃到的还差一大节呢。 其实在Sidman的第四天,我真的可以感受到曾几何时,当巴厘岛还没有被大批的游客发掘到的时候,Sidman就像是二三十年前的欧布。 因此,如果你也是很想到巴厘岛度假,却又不想出现在人头转动的地方,Sidman真的是挺理想的。 如果你还懂得骑摩托车的话,那么这一段旅程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离开阿边阿余维拉酒店2.6公里以外的一个独家村,Darmada Eco Resort。 打算在那里的咖啡厅喝一杯饮料,随便感受一下阳光、空气和水的生命力。 嗯,盐热的下午,来一杯西瓜葱。 算了,别无他求。 从阿边阿余维拉走路4分钟,到了这一间在Google Reviewsport的4.9高分的Astrian Dining by Samanaya。 它其实是萨曼那亚豪华独家村内的一间餐馆,主推传统的巴厘岛风情与现代烹饪技术的创新料理,强调新鲜、食令和可持续的食材。 由于我还不生饿,点了一杯饮料和糕点,庸庸蓝蓝的在这个充满巴厘岛风情的餐馆,度过了大半个下午。 点了一点,这个是太好吃了。 点了一点,谢谢。 当然,要趁这个机会去大唐看一看了。 或许下一次再访斯德曼市,这是一间可以考虑入住的独家村。 。 傍晚前,回到了阿边阿佑维拉,把摩托车退换后,剩下的时间就直接的留在自己下榻的酒店,好好的欣赏四周围那百看不腻的阿公火山和体田。 晚餐就直接的点了酒店客房餐牌上的印尼炒饭、汉堡和黄泥仙烘饼。 然后在阳台一边吃,一边看着黑夜的零零。 然后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夜里,等着流星的花过。 然后许下明日回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心愿。 。 。 第五天了,在酒店吃过早餐后,便向酒店的前台协助安排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四十公里外,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车程的三路比士马头。 在那里,我们要登上一艘快艇,然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而这个地方就是。 感谢大家对这支影片的支持,我们下一集精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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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